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6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传言坐实,美国商务部开始制裁中芯国际 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因为这个新闻和美国 制裁华为是同一个级别的新闻 为什么?因为它不仅仅是针对中芯国际 先说新闻本身,今天整个半导体行业都在传 一个文件,传一个什么文件呢?就是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签发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 工业 工业与安全局发给 中芯国际的其中一个供应商的一个文件 这个供应商的文件呢 显示呢 针对中芯国际和他的子公司,还有盒子公司的出口 那么将会收到出口管制 文件的签发日期是美国当地时间的9月25号,也就是昨天 那么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要求收件方向中芯国际出货 都要申请许可 那么这个截图,我看到这个截图 BIS这么说,这个截图内容显示,BIS认为 向中芯国际 及子公司的出口可能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因为相关的出口可能会被转为 最终变成这个军事用途 因此 向中芯国际及其子公司出口,再出口或者是 国内转移,接受EAR管制并列入 EAR第744 部分附件二的物料,之前要向BIS申请许可 覆盖的公司范围包括中芯国际在上海,北京,天津,宁波,深圳 意大利的子公司,研发 和生产均设计 那么这个新建的这个收件方式被打了吗?无法确认 那么现在里面有一些疑点 因为这不是 现在美国商务部的官网上面还没出来,我刚才看了一下,没出来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关于中芯国际被制裁的这件事情 只有这一个证据 这是估证,在新闻学上叫估证 只有一个信息源 我们没办法证实,而且它有疑点,疑点在哪里?有几个疑点 第1个,中芯国际的地址写错 张江路写着长江路 那么 Air Foundry Air Foundry这家公司已经被中芯国际卖掉了,不属于中芯国际集团 然后呢 这个 然后还有一些遗漏,比如说中芯北方,中芯 中芯绍兴没有在制裁的行列当中 而且一般来说呢,商务部的禁令会有缓冲期,它主要是保护美方利益 很少立即生效,那么 这里面就是 这封信是不是意味着 先提醒,然后再出公告 不好说 但我看了一下 虽然这封信有一些错漏 但是这些错漏很正常,因为我见过其他的 其他的这类信也有错漏 包括 像制裁香港11名高官,制裁香港11名高官也有错漏 包括地址的错漏 这个都 这会发生,因为他们的确不知道 他们的确不知道 文件本身唯一的疑点是什么 唯一的疑点 我认为啊,就是说我看这个文章的这个原件,原文 这个打码打得太专业了 这个打码打得太专业,你看一下,大家看一下 这封信 这封信 这封信是这样 他这么打码 这么打码,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这个黑框打码打得太专业 我这有点不放心,有点不放心,但是 除了这个以外,虽然有些错漏,但是 我怀疑是个这么个做法 这个做法可能是 工业和安全局 先给 中芯国际的供应商发信 其实 发信本身 就是一个缓冲期,先跟你说啊,你要给他供货 来申请 这可能是这样 传言是9月4号 今天是26号 9月4号,路透社,路透社当时就 引用的是美国国防部,一个发言人说的话 说这个国防部建议终端委员会 终端委员会将这个中芯国际放到实体 实体清单,实体清单就是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实体,所谓实体清单就是 就是制裁 那么这个终端委员会是由商务部牵头,包括国防部 包括国务院,包括能源部,这些成员在一起讨论 跟国家安全有关系的这个应用,所有的应用跟国家安全有关系都要放到这个清单里面去 如果 这个委员会决定把中芯国际放入这个实体清单 那就意味着 中芯国际受到商务部的制裁行动 美国公司以及使用了美国技术产品的公司 向中芯国际出口任何产品 都要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 但是这个许可通常很难批准 那么 目前美国商务部它的实体清单上面有 275个中国公司 那么如果 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 包括华为和中芯,中芯国际,不是中芯通信,中芯国际 以及 海康威视啊这些 就是 为什么中芯国际 被美国商务部制裁影响很大 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中芯国际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大家知道芯片这个 芯片是什么 芯片就是现代电子行业的心脏 所有电子行业都需要用到芯片,电子产品 现在基本上 除了,现在甚至加入电器都准备装芯片了,所以芯片的使用量是非常大 那么中国去年进口了3000亿美元的芯片 就是中国进口 中国进口芯片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国进口石油加上进口粮食加在一起 都没有芯片进口量大 中国芯片去年 中国芯片的 自给率 不到30% 29% 29% 29%左右 那么所以中国一直希望能够有自己的芯片产业 替代出口,因为进口量实在太大 这是第1个,第2个 就是说从使用外汇的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说 中国有一些在尖端领域的这个爬升,产业链的爬升 非常依赖芯片 所以 当美国对某一些企业进行芯片的管制的时候 这个企业就出现问题,比如说华为 比如说华为 那么美国对华为进行制裁,其实制裁的所有的东西,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芯片 不让卖芯片给他 当你不卖芯片给他,他什么都做不了 那么最近 你比如说 华为这个到期之后,他实际上在手机行业就面临的一个 当然他低端手机你还能做,中高端手机都做不了 那么中芯国际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虽然他还在全球 全球的这个芯片版图当中,他属于第2线的 厂商 但是他在中国已经是最大的了 而且现在他在 他回A股之后 融了很多的钱,然后就大量的 扩大他的生产 他应该在扩大产能,提升产能 提升他的产品 大概今年到明年他大概要花100亿美元 去扩大产能 提高他的产品的这个制程 但是美国已经不管了,这100美元其实 花到谁身上,都是花到美国的企业身上 大部分吧 一大半是美国企业 但是美国政府已经不管了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趋势 当时这个9月5号 路透社已经说,美国准备制裁中芯国际 美国制裁中芯国际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中芯国际跟中国军方合作 这个是实际上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秘密 中芯国际为中国军方做一些产品,这不是个秘密,这其实是 这其实已经公开的事情,而且媒体上都有报道 那么 中芯国际当时就发表声明说这个中芯国际 客户遍布 遍布美国、欧洲和中国大陆 那么 他的产品和服务皆用于民用和商用,没有任何涉及军事应用的 经营行为 与中国军方毫无关系 任何关于中芯国际社军的报道均为 不实新闻 我们对此感到震惊和不解,中芯国际愿意 以诚恳开放透明的态度与美国各 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交流,以化解可能的歧见误解 他是一个这样的声明 但是实际上什么 实际上他的声明出来以后 就有一系列的报道,讲这个中芯国际跟军方合作 然后呢上个月 8月份 美国宣布了24个参与 中国建造和军事行动的公司的 名单和个人的名单 那么要对这个 对这个进行制裁 大概是这样 中芯国际这件事情有多大 中芯国际这件事情可以非常大 为什么 中芯国际是中国在 芯片领域突破的唯一的希望 第一,规模足够大 第二 他比较接近第一阵营 比较接近,虽然还是有点远 但是比较,他已经是在中国芯片领域里面 最接近第一阵营的这个厂商 然后他承接了很多 台湾半导体的人才和传统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台湾人建立 张汝京建立起来的,他张汝京也是一个芯片领域的这个大咖 目前中芯国际是中国芯片行业里面 运营水平最高 而且中国政府的扶持力度最大的一个厂商 那么 拿中芯国际开刀 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态度 几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 就是打掉中国的希望 大家要知道,如果美国对中芯国际开刀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三件事 第一 中芯国际向产业链上游就是 向提高他现有的这个芯片的这个水平 他的产品的这个级别的能力是不存在 就是他往上走 不行 肯定是这个希望是不存在,他只能在 现有的水平下 运行 这是第1个 所以 其实中国是指望中芯国际能够往上爬 就是 5纳米7纳米这个就别指望,但是至少在 在稍微的中档一点的可以往上爬一点 但是 如果制裁的话,往上爬的这个努力是不可能的 这是第1个,第2个 他会被甩开 就是说 台积电也好,其他的厂商也好,他们继续往前走,中芯国际只能在原地踏步 这是 这是一个方面,如果 美国在对中芯国际慢慢的收紧的时候 那么意味着什么,如果 如果力度跟华为差不多的话,那中芯国际的运营就有问题 运营问题 而且 中芯国际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除了我刚才讲的 技术 设备 原材料三个方面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人才 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 人才的问题是最 基础的问题 就是说人才这块 中芯国际去年的流失率达到了 2018年达到了史上最严重的20%多 台积电是多少 流失率 去年好一点,前年是20%多,去年好一点,但是也有17%18% 非常高,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高,大家要知道 半导体工程师的这个养成 时间非常长 而且人非常难找 这个行业人才很少 主要是大家都在投钱 你想一下,95000亿,大家还记得 网上最近在流传什么 网上最近在流传说中国要投95000亿 所以中国蹦出来5000多家 芯片厂 就是大链芯片,中国正在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 大链芯片的后果是什么 当然肯定是烧钱,烧钱没坏处 使劲烧没事 只要有人肯掏就行 这是大链芯片没问题 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都在 你想开个芯片厂 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 买设备 第二件事情呢 找人 到处都在找人 所以中芯国际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除了我刚才讲的 设备 技术 原材料 这个 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以外 最大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才 那么你想一下,如果美国商务部制裁中芯国际,意味着什么 我怀疑他现在的核心团队未必留得住 那你想一下,如果这个核心团队跑掉 那对这个整个中芯国际的运营,那绝对是冲击是非常的大 那么这是第2个,第3个 那么如果 如果芯片这个领域出入问题,会有什么影响 大家记不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之前讲华为的时候 华为最大的问题 是芯片的问题,其实它不是芯片,仅仅是芯片的问题 因为我印象中,华为之前的那个CEO跑出来讲 说我们之前做了这个芯片设计,海思芯片,其实海思芯片是 芯片设计 没有做芯片制造 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有点当时决策错误,要是我们得把这个芯片制造都搞定就好了 其实不对的,它这个讲法完全是外行 芯片制造跟芯片设计 这个完全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情 芯片的制造,它设计的领域是非常的广 它不仅仅是很广 而且很深很长 就是你往上追,一直追上去,可以追好多好多层 所以华为当初我相信它不涉及芯片制造的原因就是 它真的进不去 它进不去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芯国际 被 中芯国际实际上 它在中国这个芯片行业中,这个龙头的地位 被美国一打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两件事情 第一个,美国到底想干什么 美国你通过中芯国际这件事情 中芯国际今年要花,今明年要花100亿美元 这都是美 大部分都是美国厂商的钱 美国政府不管,直接开刀 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政府要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下手 长墙存储,这一票 这一票 跑出露头的这个半导体企业 会不会是下一步制裁的目标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1个问题 美国的政策 它的政策是什么 它是不是这种脱钩 科技脱钩 准备一步一步的全部往前推进 如果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那么 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刚才说的这一票,像长江存储这一票 半导体企业 都会有问题 这是第1个 第2个 对于中芯国际是什么级别的制裁 它是第1步先松一点,第2步再紧一点,就像华为一样 华为整整拖了一年时间 拖一年时间的目的是什么 拖一年时间的目的是给美国的企业 有足够长的缓冲期 你就慢慢的赶紧的找客户吧 把你的这个 供应华为的这个产能转移到其他客户身上去 就是 当然中间还涉及到什么,中美关系的角力 那么中芯国际这件事情 会不会也是一个翻版 所以你如果 华为还是跟中芯国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华为是个终端 终端供应商,他卖手机 他买不到,他跟其他的这个 跟你美国的厂商买不到,我就跟其他厂商买 他会有一些,中间会有一些,你看中间会有一些叫什么 地下手段 就是说应对手段 但是中芯国际不是,中芯国际它本身就是厂商 它需要的原材料,它需要的设备跟技术 很多只有美国有 那么 你只有美国有,如果你 如果他把这个东西抓紧一点 那这美国厂商只能断供 美国厂商一断供你就 根本运营不下去 所以 我们要关注的两点,第一点就是美国政府他到底的他的政策是什么 他到底想干嘛 他只是针对一家企业还是整个行业 如果是整个行业后面陆续的会发生 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他针对中芯国际 他的力度有多大,他的策略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的情况是他介乎这个 中芯 深圳的那家中芯 和华为之间 就是说他可能会,刚开始没那么严 然后越来越严 所以 中芯国际的前景 也不乐观 非常不乐观 非常不乐观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的影响 比 可以和华为相比 这件事情跟华为,如果 这真的意味着美国在半导体领域 要跟中国的半导体领域,就是要和中国的这个产业 进行硬脱钩 那这件事情的影响就非常的大 影响非常的大 他后面产生的一系列的产业链的影响 就是非常的大 路透社16号的报道 就是 美国半导体行业,还有行业协会叫Semi,Semi给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写了封信 他说呢,美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每年有50亿美元来自中芯国际 那么把中芯国际列入这个实体清单 会 会增加这个美国相关业者 攻破的难度 影响这个美国半导体企业 在全球市场的份额 他说影响很大,所以 封杀这个中芯国际对这个 厂商的影响 和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16号 路透社的消息 这个Semi他当然 他在这个行业里面 他对美国政府的 行为应该是比较敏感 比较消息比较多,所以16号的这个 这个新闻实际上从侧面 其实可以印证 今天的这个新闻,所以我为什么觉得 我今天的标题是这个 传言坐实 那么原因就是这个基本判断,我认为是美国商务部是开始对中芯国际进行制裁的 这个判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所以 今天我们就,今天是周末,我们今天也报一个这样的大新闻 好吧 这个新闻很大 请大家留意 这是另外一个华为 这是另外一个华为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 中芯通讯 我认为 中芯国际的制裁应该介乎中芯通讯 和华为之间 就是说中芯通讯其实是放了他一马 这是 博尔顿的书里面有讲到这一个环节 讲这个环节,就是为什么 川普总统会放中芯通讯一马 中芯通讯其实现在也比较难受的 中芯通讯有一个合规委员会 是从美国派来的五个人 所有的中芯通讯的内部文件都要给他全部看过 所以中芯通讯 对美国来说是全透明的 没有什么不知道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尽量的简短 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吧 OK 我们进入互动 看看今天这个大新闻,大家有什么高见 先播报一段广告,感谢瑞图移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办理墨西哥护照认准瑞图,美国瑞图移民专注北美 一手办理墨西哥护照针对 直接对接北美当地政府和机构 帮你规划身份,瑞图移民的简介和联络方式,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那么介绍这个公司的介绍当中,本频道的网友可以获得 1000美元的优惠 那么广告结束 鸣谢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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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深圳那些电子厂,连最低端的电子计算机,电子秤的晶圆都是台湾进口 大陆这些搞芯片的厂,基本上都是忽悠政府的 科创资金 和优惠贷款,芯片设计是盗版的 质量也跟美台没法比 基本上就搞搞封装,已经了不起了 提问,Intel真的要给华为 供芯片吗?是高端还是低端的芯片?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是高端还是低端 除了Intel以外,好像AMD也是可以供货给华为 但是应该不是 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手机芯片,应该是 做笔记本的芯片 好像是做笔记本的芯片,好像现在是笔记本有点 有点供不应求,所以美国政府 批了让他给供货 大概是这样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 这么多 情况,华为的麒麟9000芯片在台积电下订单 1500万片,截至9月15号仅交付 880万片 华为的 麒麟9000 芯片在 880万 为什么打两遍 OK 提问,如果中芯国际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 从无数个第三方中转采购,可能吗?不可能 为什么 很简单 供货方 还想做生意啊 被发现了,那很惨的 就基本上你的生意就不要了 所以 之前华为这件事情干过 他不是化整为零,他是用第三方 转卖 中转采购 中转采购 就做了一下,然后美国商务部 又宣布新的措施,就把这个洞给堵上 其实这个很容易被发现 不会发现不了 原因是,当你这个钱走来走去的时候,你别忘了美国是什么,金融霸主 他知道那些资金流是怎么跑的 他只要知道这资金流怎么跑,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没有用 观点,中芯的核心团队跟政府的任何机构一样腐败无能 发假消息做假账,明明赚钱的生意没有政府补贴,还年年亏钱 OK 提问,最近国内爆出武汉 红星千亿半导体工程烂尾的事件,连光刻机都被抵押给银行了 现在中国的半导体企业遍地开花,可能是 可是能够进行下去的又有多少呢?请问王老师,难道政府 中国政府就不管吗 就不能够重点扶持几家,重点企业进行制造吗 他是这样 我印象中好像是5000多家吧 他是这样 这里面有呢,大家知道 就是他直接把他的经营范围 把它改掉翻牌,就变成了一个芯片厂 所以这里面99.9%的 都是假的 所以千万别以为中国真的有那么多 芯片制造企业,一下子就出来了,不是的 他是把这个改完之后,然后就去骗补贴 有各种补贴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省政府到市政府到县政府可能都会有 所以能骗的一点是一点 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什么 这里面有很多都是 都是政府官员的白手套 政府官员,赶紧把你的公司改一下 我给你批点钱 很多都这么出来,所以第1个 还真没有那么多,这是第1个,第2个 还有些是这样,有些是政府 政府基金在 在 带动 你比如说 政府一个母基金 委托一个基金公司,我有10亿美元 要投芯片 然后这家基金公司要配套什么呢,配套70%的资金 比如说我10亿 我有3亿美元,你去在外面再拉7亿美元,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是 10亿 那么中间外面的投资者,外面中国很多投资者,一看又政府掏钱了 我也跟着掏吧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产生的这种连带的投资 投资效应 金额就蛮多的 但是有没有9万多亿,我觉得没有 万把亿是有,一两万亿是有的 中国已经在这个领域投了几万亿 那么现在再继续 大链芯片,政府再补贴一些 一两万亿是有的 一两万亿 政府管不管,政府就想让这些事情这么发生 政府就想让它发生 所以重点扶持 他重点扶持就是中兴国企,中兴国企就是他重点扶持,所以美国不在制裁他们 观点,半导体产业的确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当年美国的一些大的半导体公司的领导层,组成的一个委员会 是直接可以给总统写报告的 美国打击中国半导体产业,其实 还是打击中国制造2025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OK 提问与观点 针对王老师华为那期讲到的反托拉斯法 我长年以来一直抱持疑问 正常企业商业以利润为目的 一个企业含辛茹苦,精英壮大 但壮大到一定程度又被打压,我理解反垄断立法的初心 在自由市场的原则 精神下仿佛又违背企业公平的原则 毕竟有能力垄断的大企业,很多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规模 这个逻辑相互矛盾,困扰我多年,请王老师解惑 这个要看一下美国的经济史 美国经济史有很大一部分在介绍 美国的垄断,垄断为什么会到后面发展到反 反垄断法的出来 那当年的这个西方石油公司,当年的美国的铁路公司 当年美国的这个金融公司,摩根公司,这都是美国的大的垄断企业 美国走过了一个 这个企业垄断的这个 过程 这个过程美国整完整的经历过 然后美国就通过一个法律,就是要反 托拉斯 反这个垄断 然后再进入了就是把这些大的企业被拆解 所以大家 大家明白一点,就是说很多中共的 宣传 中共的宣传给大家洗脑 就说美国的政府是其实是被资本家控制的,其实这个话是错的 你想一下 美国当年的那些 巨无霸的企业都控制不了政府 政府最后把它给拆解掉 所以你想 何况现在 跟当年的这些 摩根公司这样的大企业相比,现在企业没有那么大 我们讲的是个比例,不是规模 规模当然整个的 体量大了 现在的企业的规模当然从金额上来讲比当年大,但是占经济的 份额来说,那跟当年是没办法比的 所以 美国是走过了一个 企业垄断,最后拆解,最后还是回复到 自由市场竞争的一个这样的 局面上面来 所以美国有现在的竞争力 和当年的这个 反垄断是有直接关系的 反垄断是 确保市场处于一个竞争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 没有这个条件 一定会产生垄断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企业 他最后竞争到 到极限的时候 就是形成垄断 因为大的企业最后 他有效率的企业,他变成规模越来越大 规模越来越大,他就消灭那些小的企业 当他消灭小企业被消灭掉,他就 所以 他不是说,我理解你说的,他一步一步走过来,是一步一步走过来 但是市场如果形成这种垄断的话 他就没有效率 整个经济体就失去竞争力 这是没有错的,所以 没有逻辑矛盾 所以 保持市场 市场经济 让企业 发展壮大 但是又不能形成垄断,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就是我们讲市场经济的两面 并不矛盾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事情很多都是 这一头希望你继续发展,这一头不能让你垄断 提问 中芯国际感觉上就是融资盘 A股总市值来看4000亿 约少于台积电1.5倍吧,台积电技术要出2纳米 中芯的核心真的给人感觉是融资打仗用的,中芯又被美国制裁 这让人越来越迷糊,这种企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融资的目的就是给钱 给你 就说 股价上涨,然后这个他开始批股,然后又融资钱,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 给你钱 那你把这些做好 这是一个标准套路 但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这个投资者会不断的知道他的进展 就是说你进展合理,股价又涨一下,进展不合理又掉下来 所以投资者是通过用股价来 来奖励或者惩罚 一个正在 正在发展的产业 很多产业都是这样,你看一下这个 去年的人造肉的那个股价 你就可以 看得很清楚 中芯国际大概也是这个路子 但是问题是什么,理论上来说中芯国际星期一 应该会暴跌才对 提问王先生如何看德国的电话公司和华为合作的消息 电话公司 我没有看德国什么电话公司跟华为合作 你说的是美国的电讯公司 用华为的5G设备吗 德国我印象中,德国的态度就是不排除 不把华为排除在5G设备供应 清单里面 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是德国的电讯公司并没有采用华为的5G 观点,我觉得华为就是中国的隐喻,中国的崛起非常像华为 这种模式早晚会玩犊子的 OK 观点,过去20年中国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都去做理财分析师之类 可以赚快钱 而不愿意埋头搞科研 同事企业圈 同事企业圈钱拿来炒房地产 赚钱快得多 没有企业愿意扎实耕耘做半导体 投资大 要见成果的时间太长 在这个崇尚快速致富的社会环境里,真正能够强大国力的基础 被漠视,因而今天要吃这些苦果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观点 是的,原本华为的那帮人都很优秀 我们那些985的理工科好学生都去了华为 还有就是大家一起长大的 真的是从小就很优秀 但是结果呢 被CCP毁了,也就是王生说的,没有底线的实用主义 我们现在都在劝出国移民 是的 但是很多不愿意 很多不愿意 观点说CCP毁了华为的那些人才 的话是不对的 这观点啊,另外一个观点 这些人为什么去华为,或者换句话说 为什么中共领导的派手党门 为什么比中共还中共 曲线救国 加入华为就等于是中共党的人了 葛贝尔当年也是PhD,照样 照样是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 老实讲呢 一个工程师去华为应聘 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华为后面的东西 华为后面的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我对他有个基本的判断 那么一个工程师找份工作 华为的条件比较好,而且有挑战性 有更 更 长的成长的这个 空间 那他去,我觉得说他是给中共投票 那你在中国生活,你不用这种形式去生存,用什么形式生存 所以华为这么多年一直排在最佳雇主的 第1名 他一直排在第1名 很多人想进华为,能获得更好的条件 我觉得无可非议 就是很正常 而且 而且 不是你想进就进得了的 所以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说到华为去工作就是给CCP投票 这样说不公平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我昨天说,我说华为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 那么他们把他们的时间精力,把他们的热情投入到华为的事业当中去 那么华为在做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这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些人 他们并不知道华为在干什么 华为背后在干什么 当然有些人是知道的 有些在做具体事情的人是知道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我们讲什么呢,就是说你进入一个企业,进入一个环境当中 你能让自己处于一个很清醒很明白的状态 不容易的 真的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华为的那种环境 华为那环境 有一大半是在洗脑 真的是一大半洗脑,就说像华为这样的企业 每天洗脑的内容 如果你了解华为就知道我说什么 所以 我们要公平的去对待 华为里面那些工程师们 观点,在华为工作谋生可能是无奈之举,但作为一家鹰犬企业 替中共实施大规模监控恶行的员工 窃取他们他国专利技术的间谍企业,恐怕 也是摆脱不了原罪吧 这里面就像当年 这里面就像当年这个 审判这个 德国的一个警察 最后这个警察给自己的解释是什么 他说我是个军人 我是个 受 纪律部队的成员 那么 上级指令我要去向那个 逃跑翻墙,翻柏林墙的人开枪 我只能开枪 所以他为自己的这个 辩解 那么最后法官还是判了他 发现他原因是什么,对,你开枪没问题,但是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对吧 你可以打不中了 你瞄得那么准,一枪打中药还要打死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还是想打死他 所以法官判了他,判了他有罪 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就说 每个人在一个环境当中都有 不得已的处境 但是在你不得已的处境当中,你是怎么去处理的,其实你的内心还是会影响你的 还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 就说你那一枪打下去 你是不是把抬高一寸,抬高半寸 或者你不打要害,你打腿,打手都可以吗 你为什么一枪打中 爆头呢 他瞄那么准去打那个爆头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在这些企业当中,能够把自己搞清楚搞明白的人 那是不容易的 但是其实你在做这些东西是有你个人的 个人的这个道德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 都逃不掉 都逃不掉 观点,中科院怎么说呢,干活的都是学生 三五年换一批人,技术经常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评价导向是文章和专利 成果还停留在纸面上,做工程的话,学生既无法毕业 也拿不到多少报酬 对学生没有好处,所以也没积极性 搞得不好 而导师的时间绝大多数都消耗在研究工作以外的事情上 例如申请军费,开会,填表,开公司等等 几乎很少参与实际工作 甚至连指导都很少,有时候碰到 有时候碰到能干的学生就壮大运一样搞出东西来,不然就是换日子 这不是中科院,这是所有的中国的顶级的大学都是这种情况 没有一个例外 没有一个例外 这些教授啊,这些系主任有几个在搞科研的,没有 所以都是骗人的 就说 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精准是什么 就是 昨天有个网友说,即生而终 即生而终,或者即生而子 就这个人学会了 这个人学会了 他毕业了,他走了 又来了个新人 又从头开始学 学到他身上 停了 他学会了 他又走了 中科院也好,中国的所有的大学也好,其实做科研的全是学生 老师来看一眼,这个事情就这样干啊,你这个是对的啊,明天继续找 他就跑了,他开会去了 他去唱歌跳舞去了 上下学生就在那里干活 干活能干成什么样子,能干出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问题,中国的科研体制 就像他说的 文章跟专利 就考核标准就这两个东西 所以这两个东西KPI非常的好 很好看 但是有什么效果 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所以 指望中国砸钱搞科研 搞出什么东西来,我认为是搞不出东西来 这都是 从上到下都在骗 从中共开始就是骗,中共从建党开始 一直骗到现在 他一直在骗 所以呢 骗是中国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 核心竞争力 和核心文化就是一个字 骗 情况,我是做肉类进口生意的,从2020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下游工厂的需求量一直上不去 很多企业产能不足,销售不差 在我看来应该是消费通缩 朋友的工厂是替美国做代工,合资的台湾老板年初 关闭了中国的工厂,遣散了几千名工人给安置费 被政府警告说官场 走可以 给钱不行 理由是以后别的工厂,官场 给不了补贴会造成不稳定 就说告诉这个台湾厂 你官场可以 不可以给工人补贴,给工人补贴就不行,因为其他人给不了补贴 赔偿 结论,身边很多朋友的工厂已经关了很多 中国的实体举步维艰,实验人口数量巨大 从 疫情开始 情况是这样 去年开始 中国的失业的情况就非常的严重 去年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去年的视频 去年的失业已经是当时最严重的经济问题 去年 那么今年比去年的情况怎么样,今年的情况就是说如果没有疫情 今年的情况比去年糟糕 所以今年应该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失业情况会比去年严重 然后疫情来了,失业情况翻倍 所以你想一下,中国的失业情况有多严重 中国的失业情况是非常的严重 那么现在所谓的反弹,就是经济回稳 是在我们讲的 就是整个国家shut down的情况之下 然后恢复,逐步的恢复 所以现在你告诉我,说中国今年的 8月份中国工业增长了,中国的企业这个利润回 比去年有增长 那骗鬼啊 在广东话讲 骗鬼吃豆腐 骗鬼吃豆腐 为什么骗鬼吃豆腐 豆腐是一种贡品 骗鬼吃豆腐 情况,内蒙古现在在强制禁止游牧 其实牧民很聪明,都是自己承包的草场 根本不会破坏生态,都是换着地方放 往年他们都是夏天随便抢几只羊就完了 但是今年秋天 秋天了还特别凶 某个苏木派出至少上百名武警 开着车进驻草原 黑压压的武警,漫山遍野,追着老乡的羊群跑 跑慢的羊就被拉到车上带走 宛如草原城管 为什么要这样 抢羊吗 武警抢羊 疯了吧 禁止游牧 情况,每天上下班,路上插一个手写的牌子写着 Thank China,应该是反话 2020让美国的民意开始转变 感觉像是天意 情况,有人说 近两个月中国出口的船运非常紧张,是不是说明出口回升了 真实情况是没有直接关系 紧张的原因是由于疫情影响 船员需要额外隔离,造成船员 短缺,不得不关停了部分船 原来是这个原因,不是出口反弹的太厉害,造成船期很紧张 情况 我所工作的机构每天都收到不下十封 推销各类电子产品 机床LED产品的邮件 这些邮件全部来自中国 大部分来自深圳 感觉中国人这种做生意赚钱的拼劲 只要有一个开放的市场 就不可能穷 跟CCP的伟光正没有关系 是的 观点 人口老化是由于死亡率下降 令平均寿命延长,老人65岁以上的数量增加 另外一方面,出生率下降令年轻人数量减少 此消彼长,形成人口金字塔顶端 扩散 底部缩细 扩扩 一胎化政策令底部收缩速度异常 超乎异常,造成大陆人口老化 好像突如其来,其实 局面早就造成 提问,土共从去年到今天 200斤在党内党外压力紧喷下,到底什么动力让他持续挑战 世界 到底能坚持多久 他的动力啊,他的动力就是他的中国梦啊 他的中国梦就是把红旗插遍全球啊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动力,他是中共的动力 共产党就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看一下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他的动力就是共产党宣言 能持续多久 能持续他在位置上能持续多久持续多久 我不知道能持续多久,这个不好说 想请问王老师对于越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未来的看法 随着中美脱钩和全球产业 去中国化 很多产业在往 越南转移,比如三星几乎全部移到了越南 而且目前看来越南的政治改革更加彻底 已经开始大选 将来越南有希望成为日韩的国家 我觉得越南就在学习美国建一个美国式民主的国家 他正在朝着这方向走 但是他还是一个 越共专政的国家 但是方向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了 观点,王先生我不同意你对垄断的看法,我认为美国之前对摩根和美副石油公司分拆是错误的 这种竞争性的垄断是市场形成的,并没有特权 他是市场性的市场参与者 还必须和其他企业一样遵守法律 而实时面对竞争,在美副垄断的过程中完全看不到油价的高涨 反而一路下降 这正是因为他靠价格来阻挡 未来竞争者入局 也就是说 一旦价格提高将会有竞争者入局 再者没有任何行业是不被颠覆的,字不够了 历史没有假设,就说我们看不到如果他没有被分拆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第1个 第2个 我们可以假设很多条件 但是以市场的变化来看,我们对市场的变化没办法穷尽 所以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其实那也不是我的观点,是他们 他们反垄断法的依据 反垄断法依据就是这样,我是引述的反垄断法依据 那么在美国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对和错,我们现在都可以进行各种分析和假设 这个没有问题,我不反对你的意见 但是有一条 就是说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会映射到中国去 那么如果仅仅是 我们在美国的语境下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一回事 当他把这个议题映射到中国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经常我们讲 在中国 我们不要讨论政治正确的问题 其实你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在美国是 大家觉得是有问题的 但是在中国 中国需要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 一个普世的价值观 它变成一个教条是另外一回事 一个普世价值观在另外一个国家,它完全不存在,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我理解的是什么,就是说 我们可以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说关于垄断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明确,我们在哪个语境下讨论这个问题 OK 我同意你的讨论的 的这个意见 做法 但是我们搞清楚我们在哪个语境下 好吗 情况,作为华为财经前员工 分享一下心路历程 接到offer时非常开心,薪资有竞争力,业务有挑战性 可以参与中国最优秀企业之一的发展,非常开心 进去之后完全不是 自己想象的那样,如王老师所说 洗脑无处不在,导向只有一个,把你变成小狼仔 工作时间长,除了本职工作以外,更多的是搞思想教育 老员工已经完全接受这一套,常常以过来人的优越感碾压新员工 每天日子过得恍恍惚惚 评估如此下去,一定会得抑郁症,果断离职 OK 观点,加拿大移民,有华为工作经历的在背景调查时百分之百拒签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提问,请问王老师 有看到今天美国制裁香港 官员的具体细节吗 可以具体谈谈吗 我有看到,而且我准备了,但是今天已经没有时间讲了 今天出的这个 今天出的这个新闻是美国公布了具体制裁的细节 具体美国制裁11名香港高官 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8月份的,8月初的事情 那么现在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 操作 今天的新闻就讲的是这个 有没有新闻系,有一定的新闻系,让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整个制裁法 但是新闻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新闻 我们今天就不谈了好不好,因为已经没有时间 观点,美国疫情控制得很好,疫情严重,有一半是媒体渲染出来的 确诊多,但是住院率几乎为零 这说明美国大规模检测出,查出一大堆轻症 和无症状的感染者 别以为 别人以为别的国家不查就不存在这些感染者 非常正确 情况,王老师,有人通过千人计划回国 在国内和江的儿子一起干 因为美国限制对中国在他领域的出口交流 他利用在欧洲的身份,在欧洲当地注册的一个公司,利用这个公司从美国进口那个领域的敏感产品 交流,然后 转手卖个中国有官方背景的机构,这个我已经听说了 这个而且 我觉得连我都听说了,我估计 这个业内人都知道了 好,我们今天鸣谢一下 谢谢 谢谢,很久没有机会赶上直播,请王老师来杯港式丝袜奶茶,感谢 谢谢 中秋节快到了,我和网友们一起请美西吃月饼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